结果你抱得动他吗 请问你的双腿受得了他的屁股吗 受得了 我坐在他坐在我腿上 我一会就难受得不得了啊 他是个老男 他已经是个老男了 但这不是说是他奶奶说的 这么这么懒惰吗 懒到贪软在你爸爸的怀里 他刚洗完作业很累的 今天要把作业洗完 明天还要出去上课 好他那么累的呢 你给他按摩按摩 好 按摩 按摩 按摩肚子怎么样 给我躺着 好家伙 你看真的是好意思啊 那我给你吹 嘿嘿嘿嘿 小心重不重 嘿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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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休息完了 我想要去喝酒 把酒给我尝一盘 然后我看了不是今天买个肉的 我试买了肉的 看在我手上 眼睛还挺尖的 看这是前些天买的 分量太少 所以今天就去补了一点 先把猪脚洗一下 先给它冲个水 好猪脚简单冲洗之后呢 冷水下锅焯水 一定是冷水下锅 焯水的水尽可能多一点 为什么是冷水下锅呢 因为冷水下锅呢 它这都是open的状态 就是张开的状态 它里面那些浮沫啊 都能够把它打出来 如果你是热水下锅 一热水一烫 它就收紧了 这个猪手里面的那些 骚位呢 都出不来 所以必须冷水焯水 来点料酒 再来点生姜 小葱 再来点盐 反正就是能处烧味的这种东西 全部放足 盖上锅盖 这样它开得快一点 这就开了 开得比较快 你看 因为是冷水下锅 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都飘出来了 把它打掉 把这些浮沫都打掉 把这些浮沫都打掉 稍微多煮一下 煮个一分钟 煮个一分钟 好烧啊 烧气十足 这个味道闻着真难受 这个味道闻着真难受 好了 冰凉水煎一下之后 让它收缩一下 再次把它清洗一下 相当于 再次把它清洗一下 相当于 而且佐料都被它捡走 放到漏篮里面 漏干水分 再次把锅烧热 烧热之后倒油 油温六成热 把猪蹄下锅炸 把猪蹄下锅炸 油温的有臭豆腐呗 上次是炸的臭豆腐 一边炸它 一边翻动 炸干猪脚里面的水分 像这 看 这个猪皮已经红色了 黄黄的 就可以了 把它捞出来 其实炸一炸 感觉猪脚就缩水了 最好买了两个 油炸呢 可以理解为 之前把它放在锅里面 炒干水分的那一步 其他呢 两个步驟是一样的 只不过油炸更彻底一些 现在来切点配料 首先是生姜 生姜 稍微多 这个姜是我们买的老姜 它个子小小的 但是味道很大 就不是我那种特别特别大的姜 再来点小葱 好 再准备一点 这个桂皮 小茴香 白芷 还有这个八角茴香 这些八角茴香的碎末末 桂皮 这红枝子呢 是一会儿添了水之后再放 这个是增色的 开火 锅热 来点油 下入生姜 下入小葱 不辣的干辣椒 这个是必须要有 把火开小 把它们爆香 爆香之后下入刚才这些干的香料 这时候是最小的火 下入花椒 下入黄豆酱 关键一步 我用的是东北大酱 把火开大 把酱炒香 下入猪熟 来一罐啤酒 兑入冷水 一次性把水兑足 来点胡椒粉 糖 少来一点 生抽 老抽 增色的 红枝子 再来两滴蚝油 这就是盐 盐少来一点 大火把它煮开 煮开之后 开中小火 烧一个半小时 主体在锅里面焖着 给大家看一下糖味 我们把毛给它剃了 你看 剃了之后 是不是有点像大头娃娃呀 有点像大头娃娃 怎么了 把你毛剃了 让你不开心呢 把毛剃了有点不开心 来 哄哄你啊 不开心就哄哄你 糖妹糖妹不听话 糖妹糖妹真可爱 糖妹糖妹不听话 糖妹糖妹真可爱 后腿放松啊糖妹 看后腿放松了 好 糖妹糖妹乖乖乖 糖妹糖妹丑八怪 喀哄你 喀哄你 咳来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糖妹 大船子 咕噜有点像咕噜 治疗没有毛 咕噜 好一个半小时 half 煮熬了 周间要焯很多次 就是把它搅动 这个时候开大火 揪汁 两次黄焖 够黄吧 是吧 猪 黄焖猪脚 好 黄焖猪脚就做好了 下桌 拿菜 今天我们在这个桌子上吃 烤火桌要彻底的收起来了 炒了一个玉米粒 这咋做啊 今天就两个菜 一个黄焖猪脚 一个玉米粒 我先尝一下 我早就尝了 怎么样 我感觉猪脚要配点酒 就给我让回来酒吧 过点了现在没 你要喝酒 对去拿吧 真吗 放白酒好不好 OK 这是什么酒 粉酒 粉酒是什么酒 粉酒就是一种清香型的白酒 一般女孩子都爱喝清香型的 一般女孩子都爱喝清香型的 你看妹妹她就爱喝清香型的 那时候倒是好吃 但是一个肉体上面的 肉喜欢倒多倒是多 但是卡得下不来呀 今天我们没有用高压锅 而是实打实的 烧了一个半小时 因为我放了不少辣椒跟花椒 所以麻麻的 还有点辣辣的 麻辣 来 去包 来 我也正想说是来 是一口闷还是干了 还是喝半个 喝半个 喝半个吧 好 干啦 我发现你蛮喜欢喝清香型的 啥叫蛮喜欢喝 我这酒根本就不懂 对于我来说 就是辣辣的 今天晚上这炖的真的是软硬适中 对 其实高尔谷有时候不好找 嗯 因为久了一点的就软辣一些 这个就带点嚼劲的一下子 咱们嚼肉 我就是开了中小火 慢慢吞 吞了一个半小时 好吧 把这个喝完 大家 看来 怎么了 有点得鼻子气 你喝猛了 嗯 哈哈 你让小子喝猛了 他会得到鼻子气 我小的 你那感觉是有点烂烧 啊 啊啊啊 今晚再倒一杯 喝两杯 喝两杯 喝两中 喝两中呢 嗯 来 这两天一直在给小泽找补习班的事情 因为跟小泽也沟通好了 咱们要把写字 英语 二十英语 然后还有语文 补一下 所以明天就正式开始要去上课了 明天周六的话我们要上 从早上八点半 你只要上到下午三点多 有没有课间 当然有课间 多久 跟你在学校是一样的 比你在学校还久一点点 这个补习班也是比较了好几个补习班 包括还有他同学妈妈的一种推荐 然后走访打听 最终选下来的 离我们家对位有点远 老师都非常的温柔 普遍孩子反映 说是比学校的老师要温柔 温柔是教学 明天先去看吧 反正也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对不对 是吧 温柔怎么行呢 就是要严厉啊 像我们小泽这样的孩子 温柔不行 不需要严厉 严厉也不是一种正确的方法 温柔也不是一种正确的方法 一定是温柔中 带有 要求 严格 是不是 一定是讲方法的 才是最好的 对吧 但是我们小泽 你对他温柔 他就觉得你在放松他呀 没错 他们现在一个班学生只要几个人 十个人 期待他效果吧 明天带不带书 不带书 来 接过 把他不期待的事情搞定了 我今天我觉得还是放松了一大把 你少喝点的 你明天还要送他上学呢 要不定明天送了 也可以也行呢 我加了一碗的玉米 我实在是酒量太差了 怎么了 我已经觉得有点韵暖了 好 那些 剩下的喝了就不喝了 好厉害 这个酒真的还可以啊 可以 是吧 嗯 粉酒 60块钱一瓶 嗯 但味道确实还可以啊 清香型的 好像是没有添加任何的 那个调料的 香精有没有 酒加不加香精呢 不加香精 啊 这还有一坨了 我感觉好像还能再配一杯酒 嗯 倒一杯吧 我跟你讲 你帮我换晕的 我今天晚上要发酒疯的啊 算了 好可怕呀 我今天晚上要把你们两个人给 你发酒疯是什么样的 我倒蛮想看你发酒疯 对 对 行 今天晚上我要唱歌唱一首 让你们体会一下 老婆发酒疯 妈妈发酒疯是什么样的 感觉 小心把你们两个人都给扫地出门 听到没有 其实我喝白酒也就是从这次过年开始喝的 以前我是一滴都不尝的 我还晓得之前多少还是喝点啤酒 这喝一碗还是闷了 我一口闷不了 一会儿大会儿闷完了之后 它又倒鼻子里面去 OK 怎么会把酒喝到皮子里面去 这就是没有经验的喝酒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一个猪脚 根本就没有几块肉 你看哪个猪脚 我们一个人吃了 一 二 三 四 四 四块 是吧 来 我们把酒喝了吧 这烧猪脚不容易啊 猪脚能把它烧熟 挺耗时间的 辛苦了 好激功 明天早上你送小泽去补习 也辛苦你了 这应该是小泽说 我已经有点晕了 我喝酒不行 那喝着我现在的酒量就是三杯 三杯你就晕了 对啊 这个三杯才多点点酒啊 而且我全面的物体已经在 三杯 三杯估计有个一两吧 那我才一两个酒量 是啊 太弱了 再喝一杯 不喝了 三个一分 果然没了 这小泽的这一锅 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把它吃了 没有啦 太好吃 好吃吗 好吃啊 没想到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肉丁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